然后还有那个长安确实是这样 然后当时长安是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那个城市 是一所国际化的大都市 它当时国际化的程度是后来 即使是后来好几百年之后 那种中国大城市也是没有办法去比的 然后你们有什么印象 你们觉得那个长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就在当时那个城市布局是什么样 你们有点了 对像棋盘也一样 然后它就四四方方的这种 然后那个大道是比直比直的 什么朱雀大道 你们如果了解后来那个什么平安经 然后平成经 就是日本那个平安时代和南疆时代 他们那个其实都是仿照长安那个时候建立的 然后它的那个 能看到它的居民的单位叫什么什么坊 比方说平康坊 就是著名的有那种著名的洪峰区嘛 然后他们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小方块 然后那个坊它们周围是有门 他们要实行那个curfew是有宵禁的 到每天晚上节点钟的时候 它一印然后敲鼓 然后敲敲钟 然后那房门就要关闭了 然后你不可以随便出去 然后还有那个是早晨的时候 在几点钟它要开门 然后就那个时候 你就会看到那些住在某一些房里面 那些官员都是有记载的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成队的车马很多人 然后举着火把在那等 等着那个房门开 然后他们去上朝 他们上朝时间其实特别特别早 然后在当时那长安那个背景 他们的工程是在北边 所以说它那个东北部啊还有靠北部的一些房就是最说那些居民去就特别特别贵都是被那个达官贵人所买 然后那个平康房其实就是其中那其中的一个因为它离那个什么那些橘子那些去考试那群人他们那个离得非常近 所以说就有总有一些那些妓女和这个那些哥妓和那些人那些人他们一些故事 然后你所了解还有还有什么东西呢 对于唐代 很常就很多那个外国人啊什么色木人啊各种的 那个色木人到底是指他是眼睛有眼的外国人还是指他是外国人 色木人是那个蒙古时期蒙元时期他们把人分成四种嘛 色木人其实是那个其中的第二种第一种是蒙古人第二种色木 色木色就是形形色色的色就是各种各样的很达的 然后木就是那个调木的木他不是眼睛那个木他就是调木比方说磕木 它也是种类的意思色木就是说形形色色的人 然后但是他们这里面是不包括那些汉族人 然后他们第三等他们指的是那个汉人他指的是北方以前在什么金朝那统治下的那群人 然后结果男人只是最后被征服的那一群男色的那群移民 所以说他那个他分的四等人他按的是先后征服的顺序 色木人就包括那些什么阿拉伯人呀 然后也包括以前那个什么金朝那群人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样 那那个什么昆仑奴人那个什么 昆仑奴是吗 昆仑奴那种 对昆仑奴他在唐传奇小说里面提到的 然后我们看大门公词不是也喜欢用这个什么那个面具 他应该是西北的那一部分也是一个就是一个barbarian那种种族 然后具体是什么 应该有有记载但是我不是很了解我需要内查一下 那你们对那个唐代的文献资料什么了解 就如果让你去了解那个朝代的话 那你要看一下什么东西 就觉得唐玄奴翻了很多经啊 然后他也带了很多经书 他写了一个什么西域什么大唐西域记 对大唐西域记 是的那个很有名的然后唐代的东西 其实是这样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然后那个唐太宗就是说你是御帝 然后给他一些资助让他去 其实他从始至终 逃上去的 对他是逃上去的他是一个自费留学生这样 然后那个他那个时候因为跟西域的关系其实是比较紧张的 然后他就自己一定要出去 然后其实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留学生 然后他能在印度时候那么多年时间他们过得很好 他们到当地去和人交往 然后他谈吐也非常的风雅 然后当地人特别喜欢他 是因为他路过当时的那个吐鲁番的时候 当时吐鲁番是被一个姓渠的那么一个就是一个汉族家庭统治 就像一个那个城邦一样 但那个当时就因为他们被唐朝征服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结果他到那里以后他很有魅力 然后那国王非常 其实他是属于那个国王的那个玉帝 对对对 对那个人 然后他他非常那个尊敬这个唐玄藏 然后唐玄藏后来去西域各国通关文帝 其实都是这个人为他准备的 而且派很多人给他什么拿 他约着急车葡萄干之类的 有什么东西 要跟他去 他其实是用了这个国王给他的钱 然后支撑了他好长时间的生活费用 然后但是这个国王在他他最后就是说他脾气比较硬 当时这个唐太宗的兵马已经打到城下的时候 就是他们就属于唐臂当车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对抗唐朝的那军队 但是他很硬气 他就是说我说什么我我也不要投降 然后就是就这样他内部的有一些其他的势力 又说你如果你不投降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然后但是他外面又有唐军压力 然后就在就是在城阔之前然后他又病逝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当这个唐玄藏他再返回来 再路过陀鲁法的时候 那个就也见不到这人了 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大唐的一个一块领土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我就是说这个唐代如果在西方汉学的这个体系里面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是什么样的体系来了解 就是比方说以前的什么夏商时期 那个时候我们用的那个term指的是Ancient China 就是很古代那个中国 然后从东周什么那个时候战国春秋那个时候起 他们就是什么朱子百家那个时代 一些研究什么古代哲学思想 还包括那个汉朝 我们对这一块用的那个词是那个Early China 是早期中国研究 然后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就大概从那个第三世纪开始吧 200年左右 从东汉结束到唐代结束 在五代之前 这一段时间是被称作中国的那个中世纪Medieval China 它只是这样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说魏晋南百朝和隋唐街 它这样分的时候 对是把那个从三国时候开始一直到唐代结束 这段时间它把它放在一起 那跟我们国内那个分的有接钱吗 还说是两个 他们是按照西方历史学里面的一些观念 他们当然是有些标准了 我会提到它为什么把这段时间算成中国的中世纪 然后中国中世纪实在太早了 你想欧洲中世纪是什么时代 就是什么那个文艺复兴之前嘛 那时候还是在中世纪是非常黑暗非常非常的晚 然后唐代结束以后 宋代和元代这两个时间被称为那个Middle Age 然后接下来明清就是帝国晚期 是Late Imperial China 就是这样一种分析 那五代是属于上面 是属于中期还是什么 五代这个时间就是很乱的 很乱 然后就比方说你研究这个中古时期的话 虽然说东汉是属于上一个时期 因为历史它变化是需要一个时间 它这样一种转换的过程 你必须要了解那个东汉 因为在这个中古世纪 几种标志的事情 道教的兴起 还有那个佛教 就是到了中古时代晚期 是道教和佛教 尤其是佛教它已经深入到那个 老百姓的生活之中 就什么仪式啊 各种什么葬礼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其实比方说道教和佛教 都是在东汉末期的时候开始兴起的 然后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在中古时期 它一个标志 它是被世家大族统治的 就是你看那个唐代那个传奇 出现一个世家族 他要么姓维 京兆维氏 他什么京兆渡氏 然后姓崔什么 有的人 他觉得我没有装进士 我没有娶一个什么清和崔氏 柏林崔氏的女儿做老婆的话 就我非常失败 然后什么崔氏 还有什么那个 什么龙溪李氏 什么什么 什么洪农杨氏 各种各这样 还有什么什么那个太原王氏 他们这样一群人 还有京兆维氏 然后他们是 其实他们这样的士族 他们是那个内部通婚的 他们不和其他人是没有关系 所以李白她被招作女婿 她也是因为那个世家族的原因 对不对 没有她不是 不不不 她就是她被招进去的那个对方是世家族 就是她的太太那一边 两个丞相儿 两个丞相儿 就是李白 是一个宰相儿孙儿 什么之类的 她好像是第二个太太 她好像是以前一个没落的一个世家族 所以太太一直会那么有钱 就是因为一个 这是一种说法 说那个李白她到处去参加party 就算她一辈子她没有干什么正经事 然后意思是说她用的钱 其实是她那个一个太太家的钱 是有人这么说 然后在那个时代 就是他们是 土地是被这些世家大族控制 然后什么朝廷官员 那个时候在唐代随代之前 那个科举制度没有 所以说当官的人 你这辈子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能不能当官 就是你在出生的时候 你就已经被确定了 那个 所以他们唐代这些世家 是因为他们当时就是 皇族他们比如说 皇亲或者是立功臣才立他们世家 这样对不对 像杜甫她应该也属于世家 她是属于世家 她是姓杜是 然后有个宰相杜沈炎 其实是她的既视的 那种 然后但是她属于没落的 到她这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西方他们 至于把东汉和五代 它就是作为一个就是这种 连接点 她没有分担 是不是因为说他们 专门研究东汉 或专门研究五代 这个人就是不太会有 这个方面研究 是不是所以他们才 那么含糊把它 没有 尤其到后面的时候 一会儿我会提到 它有一个历史学界 一个公认的一个说法 就是很多事情 有词叫做唐宋之间的社会转型 叫唐宋Transition 然后我会提到那个 然后在这里面 它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一个手抄本的时代 是Manuscript 就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印刷的 那宋代以后 尤其到了明清 民间的那个民间的印刷 什么出版特别的发达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比方说那个读书写字 这个权力是被高度垄断 然后那个所有东西都是在抄的 所以说你在提到那个时代文本的话 你不要认为有一个固定的想法 就是一首诗它一定有一个定本 我们没有那个作者 他喜欢的那一刻 那个Manuscript是什么样 他永远是在不停忍 每个人他会抄 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 所以说那时候文本 它是一种高度流动性的 就是我们不要有那种固定的想法 说我们有一个定本 这个才是真的 其他他犯了错误 就是说我们所说那种错误 它其实是一种状态 一个人抄他就是不一样 那个时候都是那样 然后那个时候商人阶层 是被非常的压抑 然后他们没有什么权力 就是这个是国家非常 他们到宋代以后开始崛起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在那个时候 比方说是从东汉 是从东汉兴起的那些世家大族 你可以想象一下 西汉的那个时候 那些皇后 他们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 他们大部分的西汉的皇后是平民 是吧 但是东汉以后 他们那些外戚专钱 他们都是那些世家大族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庄园体系 农民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 然后他们在自己庄园上 什么都可以生产 就是他可以成为一方诸侯 我什么都有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就比方说 在那个南朝时期 有一个著名的诗人 叫做谢灵韵 然后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他被处死了 然后他是谢安的后代 就是在东晋的时候 然后他死在的是那个南朝宋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这样一个 他一辈子 然后他有很高观点 但是他不喜欢做 然后他被封为他是一个公爵 是一个公爵 然后他有自己很大 有很多片的那个庄园 他每年可能固定去一个地方 然后他庄园里面 什么都可以生产 有各种各样珍惜的动物 然后他穿的东西 吃的东西 他什么都自己自己可以有 比方说那个 他的一个特点 什么所谓叫蟹公鸡 就是说他翻 蟹公鸡 就是一种鞋 就是他登山的一种东西 他特别他没事就是喜欢 那个游山玩水 他就在那什么 那个浙江那个地方 纽加那个附近 他就可以去玩 然后但是呢 他去游山玩水 你不要以为他是像是 现在这个登山家那样 他是有几百个随从 你知道吗 他有几百个随从跟着他 然后其他那些人先去 然后帮他把那一步 那个路开掉 把草拔掉 把这个树砍掉 然后他那后果上去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结果他一出现的时候 当地的那个地方官 特别害怕 说我听说 那个来了一群山贼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到 他给当时那个 那个县官造成了一种 什么样的心理压力 然后所以后来 他被处死的时候 是被很多人弹劾 其中就有当地的那长官 其他这人是属于的 到处宿敌 他就是一个庄园主 就是当时一个世家 世家祖地他们过的生活 然后后来我们常提到的 就是这个 唐宋 position 就是他们这种 那个时候的社会的转型 是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唐代的时候 它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一个是科技制度 科技制度 科技制度 其实呢 是隋阳帝所创的 但当然隋朝他 他非常短 然后到唐代的时候 唐太宗开始 然后在那个时候 尤其到后来 中唐那个时候 那个牛里党争 其实就被传统认为 是世家大族 以李德玉他们为首的 世家大族 和牛僧如他们 你看他的姓 你就知道了 这个牛僧如他们 他们所代表的 新崛起的一群 近是那个阶层 他们之间的那个斗争 最后当然是 那个牛党生意 然后所以说 再到后来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 那些世家大族 他们已经开始没落 然后到了唐代结束以后 其实那个时候 想到那个武则天 他当政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有活力的时代 因为那些世家大族 是打击武则天的 是不会让他长群的 然后武则天 就启用了一些人 他把什么 长生无忌 那群人全都刺死了 那群那个老的 士族子弟 从他那开始 就有一些 那个寒门知识 开始那个 跑到了统治阶层 对不起 他把他们刺死了 是吗 对 刺死了 就是刺死了 他们在流放之中 死掉了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那时候 还发生了一些 其他的变化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都听出过那个著名的 金刚经的印刷本 他的署名的时代 是880年 是唐代晚期 他是在敦煌里面 被发现的 他现在原版 被存于大英博物馆 他那个是印刷的 是我们现在能够发现的 已知的 著名印刷日期的 最早的 世界上最早的 一个印刷品 他是一个佛经 那时候大家都用佛经 然后 他是一个印刷 从那个时候 所以说 从印刷时代开始 这个知识的垄断 和文字的垄断 对于世家 他们对他们的垄断 就已经被打破了 这印刷时候出现 是社会转型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志 金刚经是什么时候 第一个印刷就发生了 现存最早是880年 880年 他是一个印刷的 是唐代晚期 唐代是618年到 618年到 907年 传出得很早 传出汉朝也传出 那就说唐朝 它其实也印刷处也就还有 其实它 我们现在已知 最早是880年 它著名日期 实际上 它在肯定比它更早的时候 它就已经有了 但是它 因为那时候是雕板印刷 它肯定用的是像火经 或者像是论语 我猜这些东西 是需求量非常大的 这样一种东西 然后到北宋的时候 有了火板印刷 其实那个印刷术 真正进入到人的社会之中 产生特别大影响 就是对于平民百姓 可以负担的起见 那是到明清以后的事情了 到那个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 世家大佐打击 还有一个就是唐代末年 那个皇朝起义 然后很多人在查 那全被杀掉了 然后唐代什么科举制度 还有从唐代后期开始 公共的那个教育 教育体系 就已经不局限于那些 世在子的可以去什么 国子学太学那样 所以说这样的 实则率 一种这样的提高 这也是促进的社会转型 然后再来到后期 这个土地松动 以前是按照的是那个均田制 它是按照一户里边 南丁的这个成年南丁的数目 分给你一定的那个什么土地 但是到后来 因为在安事之乱以后 政府已经没有办法能够实行 能够按照像以前一样实行 三年一次它普查土地 说你这一户究竟有多少人在 然后我怎么去给你分这个土地 它以后已经根本做不了了 所以说这土地 是因为动乱的原因 所以不能够再 安事之乱以后很多事情 都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就是你在这个讲座以后 我不会提到 然后土地 所以农民和土地之间 这个国际已经变得开始松动 然后在农村的时候 它会出现新的那个土地租赁的形式 然后慢慢这个时候 商人阶层开始崛起 我们知道那个宋代像是什么样 就是你读小说的时候 你有一种这样的影响 所以到宋代的时候 就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像什么 像唐代以长安为代表的那种 仿式的阶层 有什么curve bill 有什么要有地方 要有什么背墙围起来这样 到宋代的时候也全都不一样了 如果你读什么那个宋代的一些笔记小说 你看他们所描写的那个城市生活 跟唐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其实也是有孝敬 但是他不像唐代那么那么严格 所以宋代比如说像王岸石他们变法 其实还是有根源的 就是唐代他这一路下来 然后他要那样子重新分田 或者什么的景天之 所以他是有唐代那个游戏造成他 有游戏 但是我对清苗法这个东西 我了解还是不太多 对不对 我不太了解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 你刚刚说那个 就是金刚进 比如说他在唐代 他那个时候 八八零年 他大概是木头的那个刁板 那其实就以前那些佛经他们 其实 手抄的呀 我知道手抄 但是他其实还有一些 他就是那个是刻在那个山洞里面 对不对 就是他是刻石的 是的 在那个比方说 敦皇石窟 他就有一些 像北京那边 那种房山那边有什么 这么长 我不太了解 房山是什么时代的 呃 我也 好像 我也有看这个 对 肯定也是有的 嗯 然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 今天我大概要讲的 是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发现东西太多了 然后就是这个夺道经典这一块 我今天我没有准备 然后也同时也因为这一块是我最不熟的东西 我不是那个宗教系的博士生 就是没有受过这方面的那个系统的训练 我了解会用到一些 但是我没有办法 就是我没有足够时间来准备 所以说今天我主要讲 就是这四种 第一个就是最传统的东西嘛 这个史书 然后就是文学的一些东西 最后我要 然后我介绍敦皇和吐鲁方的出土文献 然后最后是我讲一下墓志 然后首先看这个史书 你要想查唐代一个人 他的传记 我们想了解 或者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 哪皇帝在他统治之下有些什么事情 我们首先要查的是旧唐书 但是在二十四史里面 只有唐代是特殊的 只有唐代是有两部观修史书 同时被列入了那个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在乾隆的时候 开始的那样一种说法 就是说他这里面是有一些渊源 就比方说这个旧唐书 它是什么时候编的呢 就是是第十世纪中期 当时离宋代统一 其实宋代是没有统一这个中国 他北方大部分都已经失去了 在北宋建立之前十几年的时候 是那个著名的那个皇帝 石敬堂 是门儿皇帝那个人 是在那个后晋那个时候 然后他让他手下的一群人 去编了这个旧唐书 然后他只用了四年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想想到他们 他们肯定是大部分的资料 直接照朝了他们手中 现存的一些那些唐 唐代当代的人编的一些东西 他们没有做很大的工作 这样一个好处就是说 他很如实的保留了唐代的那些 那些史料 对于我们来说这点非常重要 然后一说到旧唐书 我们看到什么中华书局版啊 我们看到那个人名就是这个人 就是刘絮 其实他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就是在那个古代的时候 那个修前一代的国事 就证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他兼修的人一定是宰相 封了官人 对所以说这个人 他就是在那个书即将被编成 被献给皇帝的时候 他是那个当时当政的那个宰相 所以就用了他的名字 他不是出力最多的那个人 他甚至也不是去发起那个事情的人 发起那个事情的那个宰相 当时已经被罢免 可能已经去世了 他叫赵莹 然后是和我们认识的那个赵莹 是同样的字 然后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他的名字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旧藤树他其实是一种范例 他在之后的那个正史的编写 他都是按照这样一种那个生产线 首先呢 他有起居柱和时政纪 这种他一定是从唐朝时候来的 起居柱就是他有什么起居社人 还有起居郎 他这种人一般都是那个出身轻贵 然后他们不是很有实情的官员 但是这些人他们天天跟着皇帝在一起 皇帝说什么 他们参加厂会 他们会记下来 就是就像什么左始祭言 什么右始祭行 什么什么就是那种 然后还有时政纪 时政纪并不是每天都有 他可能是零星的在某一时间之内 比方说在那个玄宗当政的时候 他那个哥哥寧王李宪 就是说他们两个官员非常好嘛 在他在世的时候 他就提供了一些时政纪 但其他那个就是皇帝的统治之下是没有的 在所有的宋代那个时候 可以接触到唐代史料里面 只有起居柱是从他刚刚唐朝建立开始 到唐朝灭亡那天起 一直是没有间断的事在记载的 就是后来按时之乱之后 发生很多事情 很多那个就是第一手的资料 都已经没有他到底已经停止了 但这起居柱是一直都有的和时政纪 然后呢到每年结束的时候 使馆的官员 会在这些资料基础上 编成日历 这日历其实是年历 是一年之内发生了什么 然后到这个一个皇帝 他任期结束他死了 然后在他代官定论之后呢 使馆人就会做实录 这实录是一朝的实录 然后太宗朝怎么样 旋宗朝怎么样 顺宗朝怎么样 就是这样 然后所以这时候要 最后要按照那个 这个国史到这一步的时候 他依然是在那个朝代 那个朝代的时候 一定是在唐代的时候 然后唐代的国史 是被一个很著名的史学家 叫柳芳 是在艾史之乱结束之后 十几年的时候 他提供了一些 就提供了从唐朝 开始周一八年 到艾史之乱结束 艾史之乱大概是七五八年 那个时候 七五六年开始 但是他记得应该是到七五八年 然后在他之后呢 还有另外两个史学家 其中一个叫令狐元 然后他们又补了一些 艾史之乱以后 十几年的事情 大概到七八零年左右吧 所以说这古史是到那个时候 所以柳芳 他是唐朝末年的时候的死官 那个柳芳 他是盛唐时代 然后但是他死在了艾史之乱之后 他和豆腐他差不多同时的人 说那个 那个他们这群 流血他们这群人编的时候 他们有的国史 其实就是到 大概是到七八零年左右 二十之乱结束以后 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最后是到了 到了赵史的时候 就已经是到了 这个朝代已经冥亡了 就像编那个宋书 什么一定是在什么元代 那个时候 然后所以说 这是到了后晋这群人 他们把在这个国史之上 然后又加了一些材料 变成了正史 所以说讲到这的时候 你们可能 就可以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既然这个国史 是在七八零年左右的时候结束 那他后来其他后半 唐朝后半部历史是怎么办的 所以说这就是 我们现在有 不管谁谁去编 在那时候谁去编 他一定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在七八零年以后 他所用的材料 他已经没有这个国史 没有日历 就是他对没有国史 这个后面写下来 他用的是石路 大概到八四 从七八零年左右 到那个八四七年那个时候 宣宗朝的时候 这段时间的历史 他们手里就只有 各个时代的石路了 就每一个朝 皇帝的石路 那结果对于唐代 最后五个皇帝 就是晚唐时期 八四七年到九零七年 这六十年的时间 他的东西实在太少 他连这个什么石路也没有 然后所以他们在编的时候 在编写的非常的艰难 他们手里只有那个时候 灵性的一些起居住 因为刚才我说 只有起居住 是从来没有间断过 是他们后来人编的时候 手里都有一种材料 他们用的是那个起居住 然后还有灵性的一些 什么那时候他们去了四川 因为他们躲避 皇朝之乱的时候 那个皇帝岑领的人 在四川待了四年的时间 在那些什么 听说一些资料 非常杂的一些资料 然后他这样编成了这个旧堂书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他的时代其实是非常的不均衡 对于晚唐那一块很多人 你能看到那些传记非常的少 他写的也不够详细 就是因为实在没有资料 不光是我们的问题 是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问题是 因为是唐朝这个特别的一代 所以他就暗始之乱之后 没有国史 所以就用石路齐居住去补 就别的按照正规来讲说 你是正常这样 朝代有皇帝 他都要做齐居住 然后都要做日历石路 像是那个清朝的时候 他编明史的时候 他的资料就应该比较相似 但是他那个起居住 就是说 他除了专门记的那个官员 他是不是太监也参与这个了吗 没有太监 在唐代的时候 是一定没有太监 但是在唐代的时候 就是中唐的时候 有著名的宋氏姐妹 就是他们是在国内 他们在宫内 他们没有结婚 他们是女官 他们不是一个官修史书 他是他自己做 他自己搞了19年 司马光是一个特别好的历史学家 他有非常严谨的修史的态度 然后欧阳修他在乎的是什么 他在乎的是 他觉得那个 应该用语非常的简洁 他在乎那个文笔应该怎么样 然后那个语言应该怎么样 然后结果他写了一些东西 特别简单 就是让人看不懂 在他就是 然后他没有考虑一些问题 就是比方说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很多资料 就是唐代很多资料 是通过这个唐书 这个官修史书来保存下来的 他没有想过 这些资料如果我删 后面人就看不见 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他就想用那些他喜欢用的东西 然后结果他删改了什么 他最后编成那个皇帝本记 这种最重要的那个 一个证实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居然只保留了原来旧唐书本记的十分之三 然后他删了特别特别多的东西 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 欧阳修和宋启他们个人的偏好 他们特别讨厌佛教 他们特讨厌佛教 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什么 玄奘的事情全都删了 什么都没有 能够想象到 就是在新唐书里面 然后但是他们特上是 就是那个旧唐书它有志 但是没有表 然后但是他们新唐书的编撰者 他们就很注意那个表 比方说他们编了那个宰相世纪表 那也很有用 然后还有补充了一些东西 是这个旧唐书的编撰者 在当时那个时代 因为时间匆忙 他们没有这样一些资料 比方说那个新唐书 对于我的研究有用 就是他有那个公主 每个皇帝的公主 他们那个什么名字 他们的身世 他全都写出来了 有这样一部分 但是旧唐书里面是没有的 而且他们编那个志 也特别的详细 志有什么礼 什么余福志 实获志 易吻志 然后那些都会 他们花费很大的精力 表和句是什么区别 表就是和我们现在说的表 差不多 但是就列出了一个东西 什么宰相世纪 看起来非常明显 然后志它就是一个专题的 它主要关注的是财政 礼 什么律法 还有文学这些东西 他们在那些本记和传的基础上 又单列出一种 那种专题性质的文章 他不是一个官修史书 他是他自己做的 他自己搞了19年 司马光是一个特别好的历史学家 他有非常严谨的修史态度 然后欧阳修他在乎的是什么 他在乎是他觉得那个应该用语非常的简洁 他应该他在乎那个文笔应该怎么样 然后那个语言应该怎么样 然后结果他写了一些东西特别简单 就是让人看不懂 在他就是 然后他没有考虑一些问题 就是比方说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很多资料 就是唐代很多资料是通过这个唐书 这个官修史书来保存下来的 他没有想过这些资料 如果我删了后面人就看不见 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他就想用那些他喜欢用的东西 然后结果他删改了什么 他最后编成那个皇帝本纪 这种最重要的那个 一个证实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居然只保留了 原来就唐书本纪的十分之三 然后他删了特别特别多的东西 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 那欧阳修和宋启 他们个人的偏好 他们特别讨厌佛教 他们特讨厌佛教 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什么 玄奘的事情全都杀了 什么都没有 能够想象得到 就在新唐书里面 然后但是他们特上是 就是那个旧唐书 它有志 但是没有表 然后但是他们新唐书的编撰者 他们就很注意那个表 比方说他们编了那个宰相实习表 那也很有用 然后还有补充了一些东西 是这个旧唐书的编撰者 在当时那个时代因为时间匆忙 他们没有见到一些资料 比方说那个新唐书 对于我研究有用 就是他有那个公主 每个皇帝的公主 他们那个什么名字 他们的身世 它全都写出来了 有这样一部分 但是旧唐书里面是没有的 而且他们编那个志 也特别的详细 志有什么礼 志什么渔福志 实获志 艺吻志 然后那个东西 他们花费很大的精力 表和句是什么区别呢 表就是和我们现在说的表差不多 但是就列出了一个东西 以什么宰相世系 看起来非常明显 然后志它就是一个专题的 它主要关注的是那个 那个什么财政 那个什么礼仪 什么律法 还有文学这些东西 他们在那些本记和传的基础上 又单列出一种 那种专题性质的文章 听说没有一些什么 很深的思想价值吧 然后当然有些人写得非常轻利 写得非常美 这样一种情况 然后所以说这群词人 就被后来人称为花间派 然后伪装他和那个温婷 他们两个人并列 就是花间派里面最优秀的人 但是后来那个就是文学批评家 认为花间派词人的那个就是词的价值 赶不上后来宋词的那种 当然你不用苛求 因为宋词他很显然是更往后的嘛 他有更多的人 然后但是这个花间词 它影响了很著名的那个词人 比方说李宇 其实李宇的风格和他们就是非常香的 然后这个伪装 他出生于金兆维市 也是这样一个世家子弟 然后他在皇朝之乱的时候 他就是当时呢 他在长安 他是参加科学考试 结果他就 他就 他就偏偏就遇到这个事情 他其实是这个动漫的一个这个目击者 然后他在后来呢 在883年 在皇朝之乱结束的前一年 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然后这个皇朝之乱 它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一种背景呢 就是我们上历史课 上历史课的时候可能知道 这皇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七四九 对这个皇朝这个 写诗很好 对他有诗 著名叫菊花诗 就是这个买成金代黄金甲 什么还有什么 他年我若为情地 什么什么的 就这种 他写的那个诗 我不知道是什么他写的 或许是从一些关于他的故事里面抽出来的 嗯 那个就是非常符合 我们认为这人他应该怎么样 这样一种一种一种印象 然后他本身他出生是山东的一个 盐商家庭 他应该是有一些资本的 然后他早年 当然既然你家资不愁 就家长一定会让他参加科举考试 然后他就属于像是愤青 然后他肯定是一个弟 他一定是失败了 所以说他对这个朝廷是有一定的愤恨 然后你也知道这艾水直软以后 那个朝廷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那个 他就参加了当时的那个农民起义 然后他呢 他头脑非常清醒 他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这个起义者 一个造反派 就是当时他所追随的那个头目 他想要想要被招安 像宋江那样 结果他就就把把那人 照那人头敲了一下 说你怎么这么傻 说你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被招安 就是这样 然后他带有人呢 就是从八七九年开始 这么有这个诗 在后来那个皇朝之传结束以后 你可以想象 经历过这个战略的人 他肯定看到这样的诗 他会特别喜欢 然后他这个诗就被流传得非常非常广 在短时间之内传得非常广 然后管到什么程度 就是那个时候 人家什么屏风啊 或者是围账 全都秀首诗里面的一些词句 然后当然他这个诗里面 写的一些内容 他不在这里面 那个他触摸当时的一些权贵 然后他里面提到 他说用非常委婉的说法 说的是其他地方的守将 他其实明明可以 还是可以去这个 尽忠去保护这个长安 但他们都是暗鸣普攻 我们非常自私那种 就提到很多事情 然后结果当时 那个权贵就是 非常不喜欢他 然后他自己就已经对这个诗 有一种非常排斥的态度 然后他在临死的时候 他告诉他他自己的家人说 别人挂那种杖子 写我的诗 你们一定要不要挂那样 而且他的弟弟叫做维矮 他为他那个 伪装为他的哥哥 就是收集了他的那个作品 叫《幻花录》 然后他一定听到他哥哥的话 他在做那个集字的时候 就没有收这个诗 所以说这个诗到宋代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 就曾经那么流传很广一手 文学价值非常高的时间 从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但是呢 他是在什么时候 被被发现的时候 就是在敦煌的时候 他流传太广了 即使在敦煌那小地方 编出了一个很多人 不止一个人 他抄写了那个什么 抄写了诗的几部分 然后结果在上个世纪初期 敦煌诗库被发现的时候 这个当时那群唐朝抄写这个的人 他们的那个文本就被发现 那手抄本被发现 所以最后学者是用这些 残存的手抄本 最后把这个诗服 当然他肯定不见一群唐诗 就是这样 所以从宋代到后面这一诗 一直都没有 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研究过这歌秦副音 没有人提起歌秦副音 对就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唐代的 对我必须提一下那个全唐文 全唐文他和全唐诗其实是挺像的 他是在嘉庆年间编的 他也是非常晚 然后那个全唐文编转的时候 他非常符合 在冥冥之中告诉我 就是他印证了那个 唐代历史编转的那个事情 那个史实 就是说他的那个 他收集的文章的数量 特别符合刚才我说的 旧唐书编转的那个什么 第一手资料的情况 就是说他收集的 他收集那个文章 比方说从唐代建朝 到《二十之乱》之前 他一共收了二百件的作品 然后呢 从《二十之乱》到八四七年 就是宣宗朝的时候 就是到连石路也没有了 那个时候 这段时间呢 他收集了四百五十件 可是晚唐的时间 从八四七年到九零七年 六十年时间 他只收入了六十节的文章 所以说他这个 和那个史要 它其实是一致的 就是说在晚唐期间 他这个第一手资料 他残缺是多么的严重的 全唐文和全唐诗是一种 现在它也是后人 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全唐诗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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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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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说这词我们很早就有,它相对的其实是正式的,它指的是外观也识,小说是一些他们从街头下尾听到的一些东西啊,它并不一定指的是它的内容一定是虚构的,就是正式和小说和那些外观也识的差别,它不是虚构和妻子的皮肤很白皙,年轻长很漂亮,然后他带着他的妻子呢,去南方的一个地方可能是去打仗吧,就是像是复工职一样,然后他带着他的妻子经过一片深山老林,结果他 妻子就被一个动物给抢走了,然后后来他们到了深山老林,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那个山顶里边放了几十个特别美貌的妇人,就像侍妾一样,那里面就发现原来是一个白猿,是一个白猴子,然后他成精,他非常厉害,然后他幻化人形的时候穿着白衫长很高,然后是一个美男子,长长的胡子,非常美,然后那个白猿就把这些美女抢来,然后当做自己的机器,然后这个白猿又非常的有品,他自己 有读书啊,自己有住房,就是这样一种形象,但是他非常吓人,说他吃掉一条狗什么,很快就把一条狗吃掉了,就是很残忍的,然后结果后来就在那群女人的设计之下呢,然后就把这白猿就给杀掉了,杀掉了,然后这欧阳记就把自己的太太带回来,然后结果这白猿死之前跟他说,说那个,哎呀,说今天这是我的命,我肯定是逃不过了,说但是你的妻子她已经怀孕了, 请你善待她,善待你的妻子和她的孩子,然后结果这欧阳记把自己的太太带回去之后呢,这太太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男孩儿,然后这男孩儿呢,长得非常像猿猴,然后这男孩儿叫什么名字呢,叫欧阳荀。 欧阳荀在历史上,欧阳荀他长得很丑,他长得很像猴子,就是这么一个非常丰雅,非常严重的,他确实是历史上,他确实是长得很丑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其实是用这个故事起来,骂了人之后,那他那个补姜总是什么意思啊,补姜总白猿,这个补姜总,这个补,就是Supplement,就是讲一个什么故事,然后这个江总是因为欧阳荀他死了,很早就死了, 江总是很喜欢欧阳荀把那个这小孩儿养大一个人,对,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之前也存在一个江总白猿传什么样的,然后他有补充,然后就是这样一种,但是我那个就不存在,我也没有听说过,然后再比方说这个霍小玉传他讲的呢,是一个那个世心女子傅仙汉的故事,当然它是个悲剧了,但后来那汤贤祖根据这个写成了那紫柴记的时候,他把它变成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其实最后,然后这个霍小玉他也是个名记,然后这个,呃, 主人公叫李毅,是个真人,毅处的毅,他是中唐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然后他诗写得很好,他也是一个世家子弟,然后这边写的就是因为他辜负了霍小玉,然后霍小玉因他而死,那结果这个霍小玉的鬼魂后来回来报复的时候,那个结果李毅他就养成了一种特点,他非常多的疑,他总是怀疑他的妻子去跟别人有什么苟且之事,然后他不停的娶妻子,然后又又修掉,然后对他 他的机械他也不信任,然后甚至曾经把有人鞭打致死,就是这样一个,就是他也有人说霍小玉其实是别人写来,是故意去黑那个李毅的,但是这个故事他写的非常美,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他用那个文言,古代文言那个时候他没有双英杰的词,全是用一个字,可想他,他语言非常的简练,但是呢,他能够表现出来用的非常曲折,这人的心里他能够描写的就是意思,丝丝入口那种感觉,比方说这一块,在这个时候是在这个 一个故事的开头,这个李毅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见到霍小玉,但是属于属于没人给他们俩人签下,然后李毅他想找一个特别漂亮,很年轻,然后又懂诗文的这样一个女人做自己的伴侣,然后霍小玉想找一个这样一个世家子的头部终身,然后别人把他们签上下了,然后他第二天呢,他要去见霍小玉,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李毅他这个人他心里的特征,他这时候忽然发现,不是他去选择别人,同时他也是一个被选择的一个对象,所以说他心里 是非常紧张,你看他怎么洗衣服,然后沐浴,修饰容易,然后喜悦交病,然后偷袭不眉,他睡不着觉,然后结果,早晨的时候他又起很早,又自己又穿好衣服,然后引进自照,然后他怕自己有什么地方是不和谐的,不够好的,就这么短,你要徘徊之间,然后这个大一上午的时间,他要再徘徊,然后开始去,去仇促,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准备,就这个游宜的性格吗,你看看,哈哈哈,就说他让这个过敏, 在那里面移成现实,那个黑寒,汉国他们就慢慢,他们的阿拉伯人的势力就跑到现在新疆这个地区,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家失去了他们在那的势力,就是说在唐朝那个时候,现在新疆地区那人都是先本教的,然后所以说在这个凤朝初期开始,这一块就慢慢的被那个阿拉伯化,就伊斯兰化,然后导致现在有很多问题,然后,新疆那时候不是,不是大唐的,江湖呢? 大唐在早期的时候是,在十一世纪的时候,唐,唐代已经那个灭亡了,在唐代晚期的时候,安史之乱以后,他很多事,他已经控制不了了,就已经比较乱,但那时候还是佛教信仰,然后在宋代的时候,你知道宋代主要就是在这一片吗,就黄河北面,黄河北面,黄河北面大部分他都没有,所以说他根本就管不到敦煌这一块,也管不到西域,所以这块就慢慢被那个伊斯兰化,结果是在于田线路的时候, 敦煌这人他知道,如果他也,他一旦被那个伊斯兰化,如果打了他们这人的话,他们这个伏教经典可能被毁,所以说那个敦煌的资料,他东西很杂,但他不是,他不是一个废弃的那个固执堆,他是在当时被开解的时候,从当时留下照片你可以看到,他其实那些东西是被非常整齐的,是有顺序,是有条理的放在一起的, 他把它封在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石窟里面,而且就是砖头把它给砌上了,他们希望有一天有人回来再拿,但是他就这样封锁了,那东方的石窟,还有像和山西的石窟,大同石窟,还有像和长安那时候佛庆下的东西,还有包括在山西有些舞台山那边的佛教,收藏的佛经那些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呢? 对于你提到其他的地方,我不是很了解,他们的时代我都不是很了解,然后那个,都是圣堂时期出来的,就是大家都是,就是从佛教传进来,然后敦煌的文献,它是一种刻意的去隐藏,他有东西起起来,别看不到,而且他的发现是非常偶然的,就是那个著名的王道士嘛,这故事我就不重复了,不用想问一下,这有没有王道士吗? 他敦煌这些质量,你说是他这个寺庙他们来放进去,他是一个寺庙的那个,包括那个敦煌他们那时候那个纸,他们那个有一些是,比方说从长安,从那个宫廷里边送过来抄金的样本,抄得非常美的那种,那纸特别好,那纸摸起来,我觉得特别像现代那个乳皮纸,它质量,你想想不到它可以弄得好? 对那个质量非常好,但是那个他一些民间用的东西,他就不可能有那么好的东西,那纸其实是很贵的,然后那个,他那种东西是非常不容易保存的,所以说他一定是在那种非常干燥的情况下,然后这样,然后后来,当时有很多人类活动,所以有这么一批资料,可是后来又必须是人迹罕之,没有人去碰,所以说他可以把留在线大, 然后图鲁湾那个文献,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图鲁湾的文献主要是唐朝前半期,而敦煌呢,他虽然最早有四百年代主要就有,但是他最主要也根本是唐朝后期的东西,就那时候其实唐朝市里已经退出了,那个被那个,被藏族人,被图伯他们,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一段时间,然后后来有所谓的固义军,其实就是地方的军阀,他把这个敦煌从藏族人手里抢过来,但是他已经,他表面上是受封于那个王朝,但是他们其实不得了, 就自己像是一个小王国一样,然后图鲁湾,他文献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他非常有意思,他就是说,在当地那个时候,他们那群人,他们有一个那个习俗,就是人死了以后,他们不用不给人穿那种布的衣服,他们是买那种用过的纸,比方说官府的文书,一个户籍,或者是别人家用过什么纸,什么那种信件,他把那东西买过来,然后把那个纸剪成什么纸鞋,纸帽子,纸衣服, 去给死人穿上,所以说图鲁湾文献,其实是这样一群东西,是那些都被那个盗墓贼发现了,然后是这一群东西,然后那个考古学家把它一片片整理出来,给你们看一下,所以他都是不完整的,所以它是简成各种形状的,给你看一下这个,这个纸是包在死人身上的,对,是死人穿的纸鞋什么的,你看这个就明显是个鞋,然后这个文献它本来是一个,是一个那个,就是康船, 是一个契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写的人是法贤,一个叫法贤的一个和尚,他是在当地,是在500多年那个时候吧,他是一个属于一个代表人的性质,他帮,他会写字,寺庙一般是在那个时候,是个文化教育的中心,就是在公共的那个教育,非常普及之前,然后他写下来一个这样的,这个很明显,他就是一个死人的鞋,从鞋上拔下来的,然后他这个也是,大概是什么衣服什么的吧, 这个他也是法贤,是同一个人,你和这笔记,你看这个实践他写的样子,都是很显然是一个人的笔记,他也是这个法贤写的,还有这个,比方说他这个,谁是代表人,这块已经残缺了,他检查写的样子嘛,但是你看这个实践他和前面都一样,所以同一个人,对,对,可能也都是同一个人写的,然后他们是从不同的墓里面,就是说那个,可能是不同的人买那种纸,他写了很多,对,对,对,就是这个,哎,但兔凡他,为什么是这种风俗, 有什么讲究吗,还是说是,我不是很清楚,他们甚至还用什么纸做棺材什么的,一个证明他们用这个纸,那地方他不经常下雨,再一个可能是,这个纸大概还比什么一些陪葬的东西,可能还是要更便宜一点吧,可能是这样,所以东皇里面都他,主要是纸品吗,还是有一些什么捐呢,那个他有一些少数的一些什么东西,但他大部分都是纸,这两个都已经是纸,所以说他一个很不一样的,也是证明了很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在王岐枝和谢埃那个时代,他们那时即使对于像是王谢两家这样的大贵族,他们有纸来写东西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那个,那个谢埃他想写东西他没有足够的纸,他要像那个王岐枝样,王岐枝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就是说他一边,我们不应认为他有什么错误,就在那时候很多人他不同的写法,他那继承了一种而已,然后还有像说这个,你看哪个字写的更加连理,写的什么更加圆滑,这个不是不一样, 然后还有这个则,你看这个心,他就写的连理这样子,他这个写的就更像人砍出的感觉,然后这个金,这类金他就写的就是这样,我看不出来是个金,然后这是这个人的书写习惯,然后是这个人金,然后你看这个金,你会发现我们后来就现在用那简化字,它是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人那么写了,简化字本来就是早出来了,对,其实那个时候你看唐代人就这么写金了,然后这个人他很显然他对佛教经典不是很好, 很熟悉,他听的可能是那个一个口头的一种叙述,这个新媳妇说,那个我们送的经,包括金光明经,结果他就把这个写起来,他其实他并不是很了解,这也是两个人,然后还有这个三宝,然后这个宝,你看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背剪成这样子了,就已经用这种简化的写法了,这非常有趣,然后这些就是那个什么鹅藏顿红,我前面那个要讲的, 就是我讲一下,就是我讲一下这个冬皇上,就出藏在什么地方,他对他首先是这个,这个人,斯坦因,那个斯坦因,然后他是一个匈牙利的犹太人,但是他其实受过于英国政府,他是为英国服务,然后他是第一批来的,他是第一批买通的那个王道士,然后他抢了最大的,不能用抢这个写策的其实,只不过现在中国的学者都用什么捷径, 都是用捷径的,然后他是开买的,然后那个时候周末政府那样子已经没有办法去保护这批文献了,没有人管,然后那个王道士他想负责一群钱,然后好好修那个木高枯的感觉,然后那个就是他拿走最大的一批,然后接下来隔了一年,这个著名的法国汉学家薄熙和他就来了,他在这时候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因为那个斯坦因已经截走了一批,但是那个斯坦因,他虽然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杰出的学者,但是他就来了,他在这时候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因为那个斯坦因已经截走了一批,但是那个斯坦因,他虽然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 但是他不懂中文,但是这薄熙和他是个汉学家,他中文非常好,所以说他会挑选,结果,所以说现在你会发现,虽然那个法国所存的东方文献,他的数量少,但是他选的都是兼品,他选的那些都是上场的超金座,就是重逢也很少,他超字写非常的美,然后那纸质也很好,而且这斯坦因他很聪明,他会挑那些有后继的,有什么题记的,就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谁谁谁谁,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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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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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物館也有呀 北京大學也有啊 郭土也有 然後但是這張真是不怎麼樣 而且它有些偽作 就後來有人發現它就比方說浙江博物館呢 很可能是很明顯的是 它看過之前被搶到那個英國法國一些東西 然後那個就是都已經到民國那時候人偽造了 就是非常明顯已經被證實 它就已經開始那個造假 然後就用這個東西去賣錢 那時候已經中國人已經一直知道這個東西多麼的寶貴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但是這個 就是說雖然住俄國這個東西它非常雜 但是它保存了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就是剛才我說那個全唐師它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它經歷的時代太久遠了 就是都是很多時候唐代後來的人 孫代呀明代人他們已經不是第一手資料 所以在清代的時候 它編全唐師就是那個資料非常的無雜 但是所以說現在在學術界呢 就有開始說有十種 到現在其實有說有14種 是唐人選唐師流傳到現在 是唐代人他把他所記錄那個時代的詩 他編成了一個集字 很有性的那個集字 那些集字流傳到了現在 然後那些東西被選出來那些詩 然後它是非常有學術價值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是他在那個時候抄的詩 就是說他改動沒有那麼大 他雖然他在抄寫過程中也是有這個詩物的 肯定跟原來不一樣 但是他是一定很少 因為他就在唐代做的 而且你能夠看到唐代人他的審命標準是什麼樣 他為什麼選那個詩 他選了什麼樣的詩 你看唐代人他們覺得什麼樣的詩是好詩 然後這個俄羅斯他們所藏的就有一份是殘券 他不全 我做我的事情 然後賣給誰 我不和那個買進人有接觸 然後你要顯示這是你自己的功德 你要想 你要在練想辦法寫 然後你是寫 說這個是給我的媽媽 還給我的誰什麼樣的 然後還有這個 它是一封信 這個它只有一小部分 這麼好的那個就是這個 誇了一個非常高的那個照片 是從那個大英博物館的國際敦煌項目 從那下來 他們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各地的敦煌的那個文獻 變成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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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化 然後但是東西太多 然後他們又很缺少一些錢 他們完成了很多 可是依然有更多的東西沒有被完成 然後那個這個就是其它是一封信 它是在敦煌那個時候晚期的 應該是當地的一個貴婦人 你聽音的叫殷夫人 他寫給一個和尚一封信 結果有些學者特別耗時 就把這封信解釋成是一封情書 什麼殷夫人敦煌 殷夫人情書 去沒有了 就是說我覺得 我沒有讀回來情書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它是跟那個和尚關係 是非常密切的 然後他請求那個和尚 從回到他這個地方來 什麼幫他處理一些什麼事情之類的 然後他這信 可能也不是他自己寫的 是因為一個是他那日期是空的 還有他這個名字 別人認為他這名像美一樣 被認為這個地方的空格是一個印 是一個seal 站著那個墨 然後這樣一個seal 蠻像的 你是不是 我問一下 像古代那個抄襟啊 我意見過 就說 不過他們那個是不是 那個是不是 可不可以是個錯別字啊 他們經常抄錯字的 對 那他怎麼處理 就打個圈 還是在塗掉 他們沒有 更多的情況下 他們沒有就是剛剛是個錯字 另外一個是別字 我將錯就錯了 就是他的 他那個 受膠有水平很有限 你想他就受到那個訓練 他不知道什麼是錯字 可是不是有proof reading嗎 那那個 那個是公平的 那個是皇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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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公平裡的 絕大部分人 他用的職業沒有那麼好 他抄的職業很難看 他抄的難看 但是他那個花錢人他看不來 而且你現在廟裡面 他就帶一半老百姓的那種賣的 他就是他 他寫的 他就寫錯 他可能只要看起來漂亮 其實沒有人會從道尾再讀一遍 他讀了太多 他不知道他不行 你想中國的十字律 那個其實在49年的時候 那個之前做的 49年的時候做了一個調查 然後那個時候中國的十字律 成年人的十字律 百分之十五 但是十字律 你瞄得這麼好看 寫的人是寫的 而且這個 我覺得這個 對於代寫人 他肯定是有一定的 這個literacy 這一本 就是你可以想像到 在唐代那個時候 公共教育 還沒有那個 非常發達的時候 但絕大部分人 他肯定都是文毛 是非常的文毛 像在《紅龍夢》裡面 賈母他要抄金什麼 他就叫寶玉啊 戴月這些人 每個人都用不同的書抄 就是他做功德 他給錢 他再找別人抄 他是一樣有功德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 並不是很 就是其實很隨便的抄出來 並不是好像那個 私院就是很 就是花錢 然後搞了很大的 project 然後就是說 誰想挑誰挑 這樣的 是嗎 沒有沒有很大的 這個quality control 就是可以說是誰願意出錢 誰願意出點錢 誰就可以建成這個功德 這是一個佛教 他所主張的東西 所以你說這一點很 很正確 就是說這也是為什麼 敦煌資料 敦煌和圖魯文件 非常 非常有學術價值 非常寶貴的一個原因 他是被那個 非常偶然的情況下 被發現的 他本來是被當作垃圾 他不是那些人去刻意去粉飾太平的一些事情 而且他不像我們所知道那年代大多數的材料 他不是被那個高溝在上那個階層寫的 他不是官方的那些東西 他反正就是那個平民老百姓的生活 就是他賣個孩子 然後他借一袋米 然後他怎麼當一件衣服 然後他怎麼想為自己 生病的人做一個功德 就是這樣 所以說他非常的那個 就是你現在講的部分 跟佛教沒關係了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敦煌文件 90%都是佛教 你說的是10%那一部分 就是什麼本子 就是等於日誌 大家隨便寫了日誌了 他也沒有日誌 就是生活中 用的非常basic的那種document 因為7月比較多的 7月了 7月了 比方說那個戶籍還有那個忌文 就是他們那時候都是規矩 家裡死的人他需要有忌文 然後別人寫一下 然後後邊你可以看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特別搞笑 它就是一個忌文 它是一個忌文 然後他寫得非常潦草 這一定不是一個 然後那個紙質不好 能看到他那一面紙就透過來了 好像這個顏正清的寄詞 然後他自己也寫得非常差 然後他這種就是 這個人是為妻 然後你能看到他這個忌文 他看起來是給他 他死去的一個年輕的外甥女 一個小女孩死了 他搞了這種 他這個雖然短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它符合的是我們歷朝歷代 那個忌文的那個格式 它後面有什麼上想 什麼潛了之類的 它都是那種 然後他這個如果你仔細看了 它其實是從已經存在的 一個文章裡面被改過來的 他原來那個忌文是給他死去的一個妹妹 你看他上面 他這個 他本來是胸為妻 這個人就是為老妻的意思 然後那個 胸為妻 他把胸也勾了一下 變成了舊 然後後面這是那個妹 他把妹變成了外甥女 他開始有緊 他把這緊子勾掉了 是因為 是你給自己晚輩的寫中 你不需要用緊這個詞 你給你的妹妹可能要用緊 你給小孩子不會用這樣的 不少啊 有個要求 這一個可以把它 post在我們的群裡面嗎 可以 沒問題 特別這一家 I lik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Lazy Lazy Scribe 我不知道 這個只是我自己的解讀 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覺得這個都特別來 當然他這裡面有各種比較原點了 這個 如果用Lazy這個事情來解釋 就是他特別的解讀 不過他這種 他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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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稿寫好 之後是給妙裡還是 他為什麼可以反覆利用呢 你知道嗎 他這裡面有很多東西 就是英文裡有個詞叫那個 Template Ephemeral Ephemeral 就是那個像 我們用那個Ticket 我們做一個 去看電影票 去看電影 你就要Ticket 你做那個Ferry 你就要Ticket 還有那種做宣傳的東西 說我們今天有個活動 這指他就是那個Ephemeral 就是轉瞬間是很短 他指的作用就是這樣 這種歷史性的一種 特定的時候用了一種東西 他不是用來被保存的 就是這樣 他其實他不是一個超得很好的 一個佛經 然後他不是一個 其實這裡面有那些 那種婚間其實也是一種Ephemeral的 一種性質 他就是我超完了 然後獻給佛寺 我認為我極具功德 然後就不用了 所以才免這種 年紀的歷史的人 搞到這種Ephemeral的東西 非常寶貴 對啊 因為是等於那一瞬間 就被你們捕捉到 本來是看不到的 是吧 對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還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這個我就會透 然後還有這個 我沒有列出來那個原文了 他就是這個人 老頭比起來 我不知道他叫嬴衛珍還是楊衛珍 就是他 他請不同的代表人 為他死去的父親 做公德 在隨唱的時候 然後就好幾個卷子 是抄不同的那個經書 然後呢他很可能 這個人他應該不知道自己的姓什麼 他或者他沒有好好檢查 然後他不知道什麼字 所以說在不同的卷子裡邊 有人寫的是嬴衛珍 有寫的是楊衛珍 他發音很相像 這是查古那個諸古 您看你自己 他發音在那個時候 也是非常相近的 就是說 就很有意思 你看這個 出錢的這個人 他和這個代表人之間 是有什麼 是有什麼樣的關係 跟我們現在拼音一樣 然後這個也很有趣 這個非常搞 這個東西 這個是土魯般文獻 這個它不是那種 紙邪紙帽 它是一個真正文獻 它有一定的作用 我是跟著那死人一起下槓子 放在那死人的身邊 然後他是 應該寫這個 四三三年非常早 他是在北梁 當時是在 土魯般是在北梁的統治之下 然後有這麼一個人 這個男的叫趙霍 大概30歲左右 然後呢 他被牽扯到一件那個 就是 官司 是跟他的叔叔 他的叔叔叫趙琳 你看這把他寫下來了 趙琳 然後跟他可能 他自己認為是一種冤獄吧 然後他母親 然後他被 他的那個叔叔構陷 然後抓到那個監獄裡面 他監獄裡面就死了 年年輕輕就死掉了 然後很簡單 這個是他母親寫的 他母親非常難過 然後他想做一個什麼事情寫 一個名誦文書 他仿造的那個題材 都是 現實社會中 他用去告狀的那種 送書的樣子 然後他所那個 他所求的兩股是 一個是什麼 閻羅網 這也是中國 現存資料中最早提到 閻羅網這個什麼 這個概念的一個文獻 就清台藥要比較晚 就閻羅網這個 佛教這個概念 然後那個 他求這群什麼 他希望他們 把這個趙琳 和他的那個什麼 家裡人全都搞到陰間去 然後就去排泄他的憤怒 然後另外他們還向他們 死去的祖先 說明這個事情 因為這是一個家族內部的 一個糾紛 希望他們也那個 就是產生一些 請問那個閻羅網 這個閻就是 是對的嗎 還是閻羅網 另外一個糊糊的 是對的 原來的 其實那個是從那個 Yama King Yama他本來就是一個音譯 這個我們後來只剝定下來 用這個閻 所以說我們再看看 如果有人想要這個閻 我們就覺得他是錯的 他本來是個音譯 其實他沒有對於錯 沒有對於錯 然後而且在那個時候 他可能是個錯字 也更有可能的是 他沒有一個固定的說法 他就聽起來像是個言 這麼一個字 他就放在那兒了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 對這個東西也非常委屈 你看他後來加了一些東西 你看他加過來 他後來這個文書寫完了以後 他又加了兩行字 是什麼東西 就這個我畫下的地方 這個是急救後世嫌恨入土 這個是夫妻及奶奶女等等 你看如果沒有這兩個畫下的東西 如果沒有加這兩個行字 他其實他已經是一個完整的文書了 他把這個意思表達得非常的清楚 他不是說我沒寫把它發起來一樣 我拉一個字 應該四個字 我寫三個字 我把它切一切 它不是這樣 但是他加這個什麼原因 他表達的是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趙夫人的他的意志 就是他的兒子死了 他非常難受 他加了這一句 要求那代表人 加了這一句 是來說他兒子的冤屈 他前面已經說他死了 是亡死 但他還要加這一句 他是嫌恨入土 然後後來這個 就是他已經是本來是 只想那爺羅王把他的叔叔 給帶到那陰間去 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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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個什麼孫子兒女什麼 都要全都加過去 所以說他這個加過去 我認為他不是一種偶然 說他不是一個普通的那個 我們抄的東西 錯字了 然後往家進去 他這個是有這個 製作這個文書的人 他也一直在裡面 那像我們的算法書嗎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這樣 也就是說你揍別人 還要豬臉九族 然後對我還要補充一點 是有之前講到的 就是大家有一個誤解 對於唐代那個時候科舉制度 那個科舉制度其實在唐代 是唐代興起它很有那個重要意義 但是我們有種錯覺 就是唐代那時候有很多人 是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官職 其實有比較權威的那個研究 就是在唐代 其實在唐代末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只有10%的官員 最多不超10%的官員 通過考試 人家考試他不一定是科舉 他不一定是那個考進士 他可能是明經 還有其他的方式 明經是就像袁真 他可以十幾歲他的考中 他考你的技藝力什麼 他那進士是比較難的 然後像白季 他就有進士 然後所以說90%的人 他還是跟他的家世有關 然後到了唐代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這也是一種社會轉型 唐代的時候有5% 至少50%的官員 是真的通過進士 就是通過這樣一條道路 獲得自己的官職 那崔潮呢 崔潮其實是隋陽帝 提出了這樣一種做法 我懷疑他從來沒有事情過 所以這個隋陽帝 其實他我覺得 現在一些導演 他們喜歡拍一些什麼 沒有人好好拍歷史劇 我真希望有很好的導演 他把隋陽帝的一生拍出來 在那時候那麼繁華的時候 那時候你想他的服飾和他的過念 和那個什麼唐代音樂很像 而且那種那麼繁華 長安那時候也已經是個國際大公社了 唐代是建立在隋朝基礎之上 然後他那個人呢 他非常 這個人他人格分裂 他非常有特點 他非常聰明 什麼科技制 他開創什麼就是 連接什麼南北大運河 他是非常有創立 非常聰明 然後但是他同時這個人 他又很人格分裂 比方說 他為了牦取他自己的皇帝的位置的時候 他可以想那麼印度的辦法 就比方說 他知道他自己的母親 就是那個讀過皇后 非常眼力 他不喜歡看到自己的兒子 有很多機械生很多孩子 結果他自己的機械生孩子 他讓人去把那孩子弄死了 就是他可以用這種方法 去構陷他的哥哥 當成那太子 然後他得到那皇帝的位置 還有人認為是他殺死他 就是殺死他 他的父親隨文帝 就這樣一個有心悸人 可能後來做的那些事情 你會覺得他好像 忽然得那種神經病一樣 最後他到了晚年 他自己的一開糊塗 他自己 他對著鏡子說 這很好的一個頭 很好的一個脖子 可是到最後是會 會用誰過來砍呢 就是這樣一種 而且最近隋陽帝的墓已經被發現了 是去年的十大考古的 那個世紀之一 他那個最後當然 還沒開完呢 開了 開了 是被倒過了沒 他沒有什麼可倒 沒有人去關注 他的人特別少 就是說他最後死了 然後被人勒死了 然後他手下了一些比較 就是很重心的那個婢女之類的 用什麼板子把他抬過 他連陣子的棺材都沒有 然後後來是 但是因為唐朝對他還是比較 還比較盯盯他吧 然後他那個皇后活了很長時間 活到唐朝 那蕭皇后死了以後 跟他一起合葬 然後可能還稍微招持了一半 其實他跟那個 他們和唐朝皇帝都是親戚的關係 那個李渊和隋陽帝他們是兩姨親的表兄弟 所以他們的母親是那個姐妹啊 都是那個獨孤家的姐妹 對 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人好好來拍 然後他基本上都是這樣一種形式 然後那個他所偏重的東西其實是很有趣的 那個所以還是那句話你偏重他 他沒有說的東西 其實是更重要的 比方說在偏重年間有另外一個陳夫人的母 就是陳夫人他是陳叔寶的 就是陳後主的玄孫 他們家一直南朝的氏族到後來又摔落了 然後他們還是在那南方那一塊 然後他人生呢 有一個所謂的污點就是他他改嫁過 他先嫁了一個姓徐的人 然後他生了一個兒子 但是他丈夫死了 然後他就改嫁 其實我們現在總是認為覺得唐代那個時候 婦女改嫁不守寡是很容易 好像是很很正常的事情 不像後來那麼嚴 其實不是這樣的 我們就只知道一些公主可能是會 或是比較 其實大部分的人 你想那個可能他喪夫的時候他不是特別年輕 而且他屬於另外一個家庭 他生了一個孩子 然後這時候他就有一個財產繼承權 各種各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說他改嫁特別難 就是在那個時候大部分人還是不改嫁的 但是那個陳夫人他又是少認 因為他是改嫁了一個人 然後他呢就是他後來那個他就這麼說 他說他改嫁事情是他的叔叔和他伯父做決定的 多其智 就是多其智 然後還加了一句話 說他本來意思說 我本來想效仿古代的那些獵女一樣 我是要守寡的 但是呢這事情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個陳夫人他父親死得特別早 所以說這時候他的叔叔和伯父 就是在他父親角度像他父親一樣 有這麼高的一種權威 可是這是那個我叔叔和伯伯的意思 這也是另外一種 這其實也是一種選擇 就是說你遵從你叔叔和你伯父的意見是孝 是孝的表現 就是在你手節和你去進孝道之間 你選擇進孝道 這未必有種錯 其實這是他後來是他 他寫這個目製的人 是他的母親家族 是柏林崔氏 這個陳夫人他母親崔家 他是他母親家族的人 就是說他肯定要說好話 他就是說他不能說這個 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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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的事情就寫出來 而且他這個文章 他缺了一樣東西 就是大部分女人的末日 他一定要寫 他嫁到夫家以後 他怎麼磕手扶刀 他怎麼照顧這個親戚 他怎麼做一個好媳婦 這是所有的女人都要提 但是他沒有提 他竟沒有說他在學家怎麼樣 也沒有說他後來嫁到那姓盧 他後來嫁到那姓盧 他後來嫁到那照顧比較顯色 他做到一個地方 當代相的俊首 所以他被封為什麼 俊夫人這種 就是他後來嫁的這個 架勢非常好 他後來生了四個兒子 然後 但是他沒有說 他後來漫長的生涯 在爐嫁他是怎麼樣的 然後其實 這就是為了要演 就是不想提他改嫁的這個事情 就是你要是光大說 他在這個婦嫁怎麼怎麼樣 就不應該改嫁 你想到你的前提 是你是改嫁的 而且他這整篇 他沒有說 他後來跟那個丈夫 生的後來幾個兒子的事情 他一個都沒有提 然後他始終強調了 就是說他和他前夫姓许的那個人 生了一個兒子叫许昆 他說他怎麼教育這個兒子 然後去給他非常好的教育 然後他這兒子後來做官 其實是受他母親的影響 然後 然後又說 在他那個兒子 給他兒子定了一門親事 在他結婚之前 就我這個女人 這個陳夫人 他就要病逝了 他就已經病入光光了 然後又記載了一段陳夫人的話 又說 這陳夫人又說 哎那個 我看到你長大 現在看你快成新 我的任務也要完成了 其實他這點不停地說的話 就是說他還是在重視於他那個前夫 他死去的那個丈夫 他做這些事情 是來替他前夫做他 他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改嫁是為了孩子 光臉堂行的理由 他意思是想要強調 就是說他沒有忘記 他跟他前夫之間的那個聯絡 就改嫁之後 所以他這個墨字名是他的兒子 叫人寫的 沒有這不是他人寫的 是他的那個 梁家的一個做官 也是一個有頭有臉 那也等於是他這一派的人寫的 對一定要有光大的他 就是要盡力去掩蓋他 這改嫁事情 對他這一上的影響 我說呢 這個 你剛才講的 非常有興趣 因為怎麼 我們黎原社 偏了有一個精細叫路德濟 路德濟 改嫁清晴他那個是在 差不多三千年的時候 兩千年以前的時候 所寫的那個一個故事 他裡面講的 剛才你剛才講的 內容跟那個習慣 非常的相一樣 那我在這裡可以講就是說 東西啊 中西的文化的交流 我想在中間的話 一定有很大的影響力 因為在這個 這個所記載的故事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去看看 跟你剛才講的 非常有類似的那個故事 也是跟家產 基業要留在家族裡邊 怎麼改嫁 改嫁的話 不是好 又是 改嫁了以後 要怎麼怎麼的話 很多的那個 西方啊 就是猶太的那個習慣 跟我們中國的習慣 非常相一樣的 對啊 是啊 所以說這個就是改變我們的一種誤解 就是 女人改 女人不改嫁 並未必是一個 未必是一個真潔的問題 不是一個 一女不是二夫的問題 這在宋戰以後 可能會 會事情 宋戰以後對女人的控制非常嚴 到明清那個時候 那個 然後 那個時候可能更多是因為手機 但是其實 從一個整個歷史來講 跟猶太人的民族是一樣的 就是你施力到 你在另外一個家庭裡邊 你的作用 你有了孩子 那個孩子要怎麼辦 然後你對於另外一個家庭的責任 你的丈夫死了 你對於跟我婆婆 你要養老送中 你要一個什麼 其實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有什麼財產精神權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然後那個 這個我翻回來 就是因為它是非常與眾不同 它是她的妻子寫的 她 很少有那種冠冕堂皇的話 就這個 你讀起來是非常感人 就比方說 你看她直接就說 她的曾祖 她的祖父和她的父親都不是 就是說她 她用了這麼簡潔話 她沒有編出來一段 就像其他那種一樣 一定要說你的那個 就是你的背景 她也沒在口邊呢 不是嗎 不是嗎 然後還有 你說她說 她的丈夫也是一個 對她其他有些人 她也是那個沒有做官的 但是她有很多話 她就是她什麼 她喜歡什麼圓林 喜歡影劇 就是這種話 套話特別多 她一定要寫很長 你看她介紹 上官晚上介紹她的背景 她介紹又要三分之夜的篇幅 你看她到這就沒了 然後她到這兒這個 她丈夫其實她是做過官的 她是自己考中的見識 然後就是說她也可以 有很多可以吹的東西 但是她她沒有說很多 她她所說的就是 她把她的丈夫塑造成一個 就是像陶淵明那樣 一種隱世的那種 非常高級 就是非常那個 不和俗立的 這樣一個人的一種形象 然後她又說 她她丈夫去世 是因為她婆婆去世 然後她丈夫非常非常優